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我就为您介绍范宽的一幅传世名作《雪景寒林图》 中国天津博物馆收藏有一幅中国北宋画家范宽创作的《雪景寒林图》 此画为卷本 纵193厘米 横160.3厘米 由三平大幅立轴组成 画作描绘的是中国北方雪中山川的壮美景象 画中大雪出之 群风耸立 大地一片苍茫 画面的前景 群树林立 姿态万千 为萧瑟的东景平添了几分生气 从前景的寒林网上看 是半山腰白雪盖顶的庙宇 再往上 便是高耸的山峰 在烟云的笼罩下 雄伟的主峰两侧有若隐若现的村庄和山栏 它们使画面更显幽静与深邃 《雪景寒林图》采用全景式构图 上流天 下流地 以高原为主 进取旗帜 远取旗事 朔大的山石给人以高不可攀的感觉 画家运用了团块造型技法 塑造出山石的逼人气势 放宽还用逆如雨点的笔墨 渲染雪厚的山边 仔细观看 这些墨点多用册峰点出 如同书法用笔 有长有短 有方有圆 它们将山峰的质感表现得更加细腻 值得一提的是 画中白雪的画法很巧妙 画家用水墨渲染出雪的轮廓 留白的地方就是积雪 群身披上一层银装 更凸显其妖娆之美 放宽的雪井寒林图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描绘了雪中云雾 这在以往的雪井画中极为罕见 雪井寒林图的笔墨浓重润泽 层次分明 而又浑然一体 中国清代收藏家安琪称赞它是 宋画中单为无上神品 泛宽的山水画在构图上最具自己的特点 它特别善于画全景式的山水 这幅雪井寒林图就是最能体现它山水画构图的一件作品 古人认为山水画的最高境界是气质俱胜 也就是说光有形针还是不够的 还要神针做到形神兼备 泛宽的这件作品可以说就做到了形神兼备 山川的气润被鼻墨烘托到了极致 也是泛宽比较典型的艺术特色 中国宋代史为了不破坏作品的布局 画家都没有在画上落款或盖印章的习惯 即使要落款也要将其藏在不起眼的地方 雪井寒林图中就在一棵树的树干上隐藏着沉半宽质的落款 但就是这一款制却引起了专家的争议 有专家认为按照古人的习惯 在画上落款应该写自己的字 也就是泛仲利 而雪井寒林图中的落款却用了泛宽二字 这不符合当时的习惯 中国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启公也曾说 画是颂画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山头密林葱郁 确实是泛宽画法 但这幅画中一棵大树干上 不知何人何时写上 沉半宽质四个字 变成了画蛇添足了 启公先生认为 雪井寒林图是泛宽的真迹 原来没有落款 上面的款制可能是后人家上的 1981年天津市文物部门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捐赠 收藏大家张书成将455件珍贵的个人藏品捐献给了国家 其中就包括这幅泛宽的雪井寒林图 那么张书成是如何收藏这幅画的呢 这还要从雪井寒林图的流传说起 据中国北宋时期宋徽宗主编的宣和画谱记载 北宋宫廷共收藏半宽的绘画真迹56幅 可是传到清代就只剩五六幅了 雪井寒林图就是其中之一 展开画幅可以看见画上盖有乾隆皇帝玉书之宝方印 此外还有焦林、安氏宜州和陆河张义等印记 这些印章都是历代藏家留下的 据专家考证 雪井寒林图清代初期被大学士梁清彪收藏 他在画上盖了焦林收藏印 到了康熙年间 此画被大收藏家安琪购得 安琪自宜州 他在画上加盖了安氏宜州的印章 安琪去世后 安家家道中落 安琪的后人便把雪井寒林图 卖给了当时的直立总督 为了讨乾隆皇帝的欢心 这位直立总督将此画献了出来 乾隆很喜欢这幅放宽的名作 将其收藏于圆明园中 1860年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换火烧毁圆明园 雪井寒林图 从此流出内府 散落民间 多年以后 时任开平矿物局都办 总办路况大臣的张义 在天津街头一处旧货摊上 发现了这幅画 他以高价买下 藏于家中 又在画上带上了 陆河张义藏书记 和文符四首两方印章 1981年 张义的儿子张书成 将雪井寒林图 捐献给了当时的 天津艺术博物馆 也就成为了后来的 天津博物馆 镇馆之宝 雪井寒林图呢 是中国大陆 现存的唯一一件 饭宽的作品 其他作品呢 均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这件千年古画呢 是乾隆皇帝收藏的 书画作品之一 后来散落到民间 至今呢 仍然能够完好的保存 实属难得 中国宋代画坛 以饭宽 王成和关同名气最大 他们合称北宋三大家 尤其是饭宽的山水画 对后世画坛影响很大 宋代以后的山水画法呢 几乎都承袭了 饭宽的风格 饭宽名中正 自重力 据元代画室记载 饭宽喜欢画水墨山水 最初学习北宋画家李成的画风 后来他感悟到 与其诗人不若诗造画 饭宽一生创作了许多画素 但流传至今的却很少 除了这幅雪景寒林图以外 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西山行旅图 雪山肖四图 和林柳独作图等等 西山行旅图是放宽最著名的画作 它纵206.3厘米 横103.3厘米 画中巨风 微然耸立 林木茂盛 山剑中 瀑布直屑而下 山脚下 雾气迷蒙 老树丛生 溪水缠缠 山路上 有一对商旅正在赶路 人和牲畜 虽然画得像蚂蚁一样小 却真实生动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西山行旅图 是画坛公认的 中国水墨画的巅峰之作 明代大画家董奇昌称其为 宋画第一 雪山肖似图 纵182.4厘米 横108.2厘米 为利轴画 此画描绘的是 挨挨白雪覆盖下的 雄旗山林 山顶 寒林丛生 沟壑中 有深深的积雪 山后 引现出古寺的一角 远处山间古道上 有一座城门 山径时隐时现 有两个行人挑着担子 他们头戴主力 踏雪而行 整幅画作 表现出一种 凄轻的气氛 泛宽创作的这幅 深山仙管图 早年流失日本 它纵158厘米 横98厘米 有趣的是 这幅画中描绘的景色 几乎与台北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雪山肖似图一样 采用全景式高远构图 用它最擅长的 鱼点村和鸡墨法 勾勒山中雪景 衬托出山式的 显峻硬朗 画中有些场景 似乎只是略微变换的视角 因此 有专家认为 雪山肖似图和深山仙管图 是泛宽画的一地两景 著名书画鉴赏家 启宫更称他们是 姊妹画 泛宽创作的 雪景寒林图和 雪山肖似图等画作 将中国北方冬季 壮美的山川景色 浓缩于画作中 元代书画家赵孟甫 称赞泛宽的画 真古今绝笔也 明代画史称他的画是 画山画古更画魂 可见泛宽的画作 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中国天津博物馆收藏的 雪景寒林图 是泛宽传世画作中的精品 他既让我们领略了 这位著名画家的 神奇画风 更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宋代山水画 所取得的成就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